手機的性能突飛猛進 但手機遊戲始終都沒什麼遊戲好玩 所以一把渴望挑戰的機迷 就寧願用手機模擬器重穩回舊遊戲 又或者用雲端方法 手機玩PS、XBOX上的3A級大作感 這兩方面以今時今日的手機運算性來說 已經是沒什麼難度了 唯獨是手機只有touch screen 操作手感真的跟實體手掣差天共地 所以市面上都出現了 不同的外掛實體手掣 給用家連接手機來用 而今次測試的SERAFIME S3 更是罕有地由台灣出品 是一個比較吸引的價格 提供一個設定方面都爆的方案 給大家選擇 SERAFIME S3的設計概念是以簡單直接為主 開上之後就可以看到它的本體 造型相當簡單 兩邊的手掣位置是類似Switch的分體設計 中間以一個可以調校闊度的彈弓架構進行連接 背面的手柄位可以拆出更替 配合用戶的不同手型 手掣佈局方面 參考了Xbox、PS等主流用家的主機 左右各邊有一個Joystick 另外有十字鍵和ABXY的掣 SERAFIME強調S3的Joystick 和機頂的L2R2掣 採用了成本較高的 霍爾電池感應式設計 就算用多久都不會出現 好像Switch Joy-Con般飄移的現象 用上手亦都是非常順滑 至於手掣上的其他按鍵 就用了兩種不同的材質 L1R1位是用了類似Mouse的微動開關 按下去會有聽不趣的滴滴聲 至於其他按鍵 手感偏硬、劍情偏淺 一開始未必好習慣 但它那種很硬的段落感 就確實是挺準的 SERAFIME S3的右內側有一個Type-C插頭 拉開兩邊手掣就可以用手機插入 留意呀 這個插頭是可以上下搖動 有一定的彈性 所以插入手機的時候 就可以更順滑地拉開彈弓 再插入去 就不用每次都放完手機 再跟插頭對位 而且用Type-C比其他用藍牙連接的 實在好太多了 完全不會延遲 亦都不會怕因為周圍的環境訊號影響 這真的很重要 可能用家看到這裏 就會擔心 SERAFIME S3霸佔了Type-C插槽 那充電的時候怎麼辦 這層大家就不用擔心了 因為SERAFIME S3上面 就為大家開了一個Type-C位 給大家充電的時候用 在左邊 另外加入了一個3.5mm的插槽 給大家插耳機 那就不怕打機的時候吵著人家 SERAFIME S3的彈工甲位 兩邊有倒梯型的膠墊 同時都做得挺深的 所以就算機箱有多厚 或者安裝了機殼 都一樣可以順利連接 而插了手機之後 其實已經叫做完成了整個設定 雖然SERAFIME都有自家的App提供 但如果單是用來打機 本身已經支援手掣的遊戲 或者模擬器 這個App就並非要下載的 好似我裝完之後 即時用SERAFIME S3玩2D動作 Dead Cell 遊戲已經為手掣自行配對 操作上完全沒有問題 而且因為是用Type-C直接連接的關係 並沒有明顯的延遲 這方面一定會比藍牙手掣做得更好的 除了手機遊戲之外 我亦都在手機上面 安裝了一個小雞模擬器 同樣是即時就玩到 完全不用設定任何東西 就可以在裡面 卻玩Game Boy 超任 和PS1的遊戲 除了手機上面玩到的遊戲 相信很多人買了手掣回來之後 都很想試一下在手機上面 玩一些3A級的大座 而這方面 近年不同平台的遊戲串流服務 就可以幫到大家了 例如是GeForce Now Steam Link Export Cloud Gaming 以及PS Remote Play 都可以給大家用手機 以遙距連接的方式 玩到主機 PC上面的大座 而如果想更方便地用到這些平台的服務 各位就可以安裝 Serafilm Console的這個App 裝了之後 它基本上集合了不同平台的熱門遊戲 選完之後 它就會自動跳去適用的平台開始遊戲 過程減化了不少 首先我們就來試一下GeForce Now 它雖然主打訂閱服務 但好處就是在於有免費帳戶可以體驗 訂閱之後 還可以在線上玩到NVIDIA的高階PC硬件 玩回自己在Steam、Export等store上面買的遊戲 不用自己買機、砌機 都可以享受到Ray Trace等畫面效果 好像City Skyline 2 這些遊戲就可以在手機上玩到 完全不敢想像 同樣地 登入GeForce Now的帳戶之後 選擇這些平台支援的遊戲 就可以即時開始玩 而Serafilm S3手掣同樣完美支援 不用設定都可以玩得到 而且只要你的網絡條件OK 整個遊戲過程都不會有可見的延遲 這個時候 Serafilm S3手掣的順滑操作 就完全可以發揮到 一個不用自己買機 又可以打到3A大作的方法 就是Microsoft的雲端遊戲服務 Export Cloud Gaming 只要你有Export Game Pass 上面都有超多的遊戲可以搖距玩到 我們連去日本伺服器 一樣可以用回香港開的Microsoft Account登入 而且一樣是以S3手掣就可以直連 就算連了VPN 中間的連線延遲都不算很嚴重 可以玩到動作遊戲 好像厄龍 Halo Fever Overcooked 2 又或者是賽車遊戲 F1 都完全沒有問題 自己已經有PC的朋友 當然可以考慮用Steam Link功能 在手機全路翻大作去手機玩 設定上需要將安裝了Steam Link App的手機 和PC或者Mac那邊的Steam進行配對 過程都不算複雜 同樣地是用Severframe S3就可以暢流地玩到 想在手機上玩Severframe S3的PS4、PS5的朋友 就要留意 因為PS官方的Remote Play App 是不支援Severframe S3的直連操作 所以我們要用另一個第三方App PS Play 去轉行一個連接 雖然這個App需要付錢買 但功能就比Sony官方更佳 而且用到第三方的手掣 好像Severframe S3去玩 體驗是值回飄價的 總括來說 Severframe S3在手機 和不同的串流遊戲平台的支援都非常充足 而且操控手感都不錯 最重要的是即插即用 不用太多的setting就可以玩到 機身採用大量的塑膠設計 亦大大減輕了玩家長時間玩遊戲時候的負擔 以599的價錢來說 性價比真的不低